東京池袋車站 東口前廣場碗頭竄動 這群日本人在疫情下 還是想來聽新首相岸田文雄說了什麼 日本眾議院大選 週日就要投開票 比起過去幾次選舉 今年日本的候選人 似乎更重視網路空戰 連前首相安倍晉三 都開設了YouTube頻道 他說這是為了說明政策 不過仔細看看 安倍陣營上傳的內容 除了呼籲選民踴躍投票 更多的是讓大家認識 鏡頭外的安倍晉三 日本專家認為 日本選舉開始重視網路空戰 是疫情下的不得不然 購選人注重網路空戰 能不能帶起日本年輕人 對政治的熱情 週日就會有答案 體育雄恩 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